李梦最逆天一战,对方全员被打到啥也,这究竟是李梦还是乐不朗?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女篮的对抗赛 这场比赛中国队开场就上演了大爆发 尤其是李梦,连续的三分球直接将对方给打猛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获得进攻权 李梦接球就投出现失误,尼日利亚抢下篮板球 投篮依旧位重,中国队收下球 王思雨接球强突对方内线被防响 球权被判给对方 对方二次进攻中距离投篮位中 中国队收下球,李悦有接球空切篮下打击两分球 尼日利亚获得进攻权,利用快下打击两分球 中国队组织进攻,李悦有接李梦的长传 转身上篮命中两分球,尼日利亚收下球 传球出现失误,球权被判给中国队 中国队同样传球失误 尼日利亚获得后场球 中国队补防不及时 对方利用机会命中两分球 中国队收下球快速打反击 杨立维接球拿下底脚三分球 尼日利亚获得球权,墙头位重 中国队收下篮板球 李梦接球拿下外线三分球 尼日利亚抢下球 利用中国队的防守问题打击两分球 中国队组织进攻 黄思旧二次进攻打击两分球 尼日利亚收下篮板球 强打上篮被防下 中国队获得球权 李月入篮下强打命中两分球 尼日利亚收下球 进攻反规 中国队获得后场球 李梦翻身跳投位重 尼日利亚抢下前场篮板球 利用个人优势打击两分球 中国队收下球 黄思旧接球拿下45度三分球 尼日利亚组织进攻 投篮位重 中国队抢下篮板球 李梦接球再次拿下外线三分球 尼日利亚获得球权 单打李月入被防下 李月入抢下篮板球 但是被对方将球抢回后 打进两分球 中国队收下球 李月入接黄思旌的传球后 强打造成二加一 尼日利亚收下球 缓开之后造成李月入犯规 尼日利亚继续组织进攻 墙投三分位重 李梦抢下前场篮板球 王思旭接球强突造成反规 中国队获得前场球 利用内船内打进两分球 尼日利亚获得进攻权 连续传球投篮位置 武彤彤抢下前场篮板球 对方再次出现反规 中国队组织进攻 李月入接球快下打进两分球 尼日利亚抢下球 掉内线造成黄思旌推人反规 随后继续组织进攻 二次进攻命中两分球 中国队收下球 张如接球出现失误 尼日利亚获得进攻权 单是运球时出现失误 被李源将球抢断 李月入接球面对空蓝未准 却造成了反规 站上罚球险 两发拳中 尼日利亚获得最后一攻 张如防守反规 对方站上罚球险 两发拳中 中国队获得最后一攻 李月入投篮失误 最终第一节比赛结束 中国队暂时处于领先